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由现代保险健康李宗盛杂志期外制作的健康保险大家谈 我是黄秀玲 今天是我们第1098集的播出 我们今天想要关心的话题是大家都很害怕的癌症跟癌症的医疗还有癌症的保险 但我们几乎是每一天都在看到跟癌症有关的报道 不管是统计资料也好或者相关的资讯也好 比方说我们前不久才看到健保所发布的资讯 提到说我们去年一年治疗癌症的人就有差不多将近64万人 这64万人可能用掉我们的健保资源 我想应该可能超过200亿 如果我们没有健保或者说健保不负的部分 我们自己有没有能力去保护我们自己 当然如果说任何一个人离癌 只要医生告诉我们说必须要接受什么样的治疗 当然我们只有两个裁员 一个就是要靠健保 一个就是要靠我们自己 如果靠我们自己 假设我们没有保险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必须要去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健保不负的部分 我们到底要承担比较不符合 你期待的治疗的标准的风险 还是说你要硬着头皮去想办法 找出你的裁员呢 我想这是我们很关心的话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三位专家 要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健康保障有缺口 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治保 那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张中三位来宾 好 我旁边这位是健保署的副署长 蔡淑林 蔡副署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中间有一位是寿景光明理事长 许舒博徐理事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下一位来宾是 包园社发展中卫董事长 郑云雄 曾总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想就像我刚刚开场的时候讲了 因为我们现在治疗癌症的人 真的是非常的多 那当然比较幸运一点是新的 要不断地在推出 不管哪一个国家 包括台湾在内 我想很多的这个研究机构 或者药厂都很关心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发展出 更多的药来治疗 好 那我想请教副署长 就是说目前我们国内 这些比较好发的癌症 或者说比较恶性一点的癌症 比较肺癌 肝癌这些 比较新式的疗法 可能要花多少钱 这个问题真的蛮难回答的 原因是因为现在的新药 其实价格差距都还蛮大的 那当然我们传统有手术 有化疗 那现在有化疗 然后也有放射线治疗 那这最近十年呢 事实上是标靶药物的出现 让我们的癌症的治疗 产生非常大的不一样 换句话说 过去可能需要住院开刀 或者是要化学治疗 要长期的化学治疗 现在改成口服的 或注射的标靶药物 那病人的生活品质变好 也比较能够挨过 这个治疗的这样子的煎熬期 那但是呢 标靶药物的这部分的兴起 它单价又非常的贵 如果问到说 那要花多少钱呢 那就说不准了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病人 他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特别标靶药物的部分呢 还有分不同的剂量 还有不同的疗程 那因为单价都很高 所以疗程越长 费用就越高 少者几十万 高者几百万的都有 那如果论这个标靶药物的 一科单价的话 从几千块到几万块的也都有 所以这样的问题 很难用一个答案来回答 好 那总的来讲 这些癌症的治疗里面 有哪一些费用 是民众一定要自行负担 自行负担 我们事实上 在健保的系统里面呢 如果你是得了癌症确诊的话 它事实上是可以得到 重大伤病卡 那重大伤病卡 其实是免不问负担的 所以主要是健保 能够给付的 你又没有致付 而事实上都是健保来支付 那只有在一种情形之下 可能健保不付 就是那样子的治疗 可能健保还没有纳入给付 这个时候呢 病人就可能要自费 以如果以癌症来讲 还没有纳入给付的疗法 有很多吗 现在有一些标靶药物 还没有纳入给付 那现在还有所谓的分子药物 这部分也还没有纳入给付 那还有现在最新最新的子子治疗 也还没有纳入给付 是 因为我也认识一些亲戚朋友 他们女化癌症以后 医生一定会告诉他说 现在还有什么药什么药 可是那个是健保还不付的 所以虽然健保不给付 可是那些药已经在市面上可以用 那那个资讯 我想了解说 医生那个资讯是怎么来的 然后如果医生会建议的话 理论上他应该是有疗效的是吗 因为事实上有没有疗效 我相信一个药物能够上市 他一定是具有疗效的 否则根本不会上市 那但是健保要纳入给付 要考虑的因素呢 除了他要有疗效以外 他还必须是有经济效益 而且国人付得起 那这些评估 我们叫做高科技医疗的评估 那现在健保法就有规定 像这样昂贵的 不管是药物或疗法 如果要纳入给付 一定要经过科技评估 然后科技评估报告 要送到我们的专家会议 在讨论 还有我们还有另外第二层的会议 是共同理定会议 那这个共同理定会议的成员呢 除了专家以外呢 还有付费者代表 还有学者专家 那这些人一起在开第二次会呢 重点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对这个药物 大家会同意付得起 那当然要能够通过这个会议 很大的一个前提是 我们要编有那一部分新药的预算 那新药的预算每年在健保会都会有一个年度总额的协商 所以基本上是要先有预算 然后专家会议通过 又有科技评估 然后大家付费者也认为 它应该列进来 最后它才会纳入给付 那目前还在等着审核的新药有很多吗 理论上新药还是不断的会出来 有没有很多 应该理论上它就一直都会有 那过去这段时间看起来通过的比例跟不通过大概是多少 应该都是如果是符合我刚刚讲的那些条件的话 它基本上是会通过 现在比较大的障碍倒是所谓的药有预算这件事情 那预算是需要经过健保会每年总额的协商 那个场合是一年协商一次 那我们现在呢所有的新药 大概一年大概 Routine都会编的大概有十几亿到二十亿 但是呢如果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药物 十几亿二十亿也都不算多 但是这样子的金额呢要分配给哪一个药 其实最后还是要做一些选择 所以譬如说我们最近今年讨论的吸干的药物 吸干的药物这一部分呢 事实上它光是一个疗程可能就是要二十几万 那我们的人有那么多 所以呢你说几十亿二十亿 其实治疗的人也非常的有限 那这部分其实它都有一定的程序要进行 而不是保险人能够决定的 那我想请教曾董事长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说在罹患癌症的时候 可以派得上用场的保险 我想初步比方说医疗症癌症 重大疾病保险这个都派得上用场 那刚刚副长也提到说 可能现在最便宜的治疗方式可能是开刀吧 手术吧可能是这样子吧 也要看喔 也要看喔 但是我们传统的医疗险的设计都是以手术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手术跟住院嘛 是这样一开始发展出来 那我不想说我们整个 我们把这个焦点集中在癌症保险来看的话 我们癌症保险设计的原理是什么 那想要补足的是什么 对 我想民众如果是很不幸罹患癌症 最想要的当然是他能够恢复 但是这中间手续要发挥的这些医疗费用 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通常在癌症癌里面 通常都会先有一笔 就是说罹患癌症的时候 可能就有一笔的罹患癌症的保险金来给付 那当然再来就是试各种不同癌症的治疗方式 那当然可能有些需要手术 或者是化疗各种不同的医疗 那在这治疗的过程中一定会有需要住院 所以会有一些住院的给付 那我们在保险的设计里面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多样化的设计 例如是以十之十负的方式 那可能需要手术的时候 实际支付多少手术费用 或者是化疗支付了多少费用 那十之十负就会来 根据实际支付的来给付 那避免医疗的浪费 我们也会有一种设计是在健保以外 之后超过的部分再来给付 那这一部分就可以让消费者 健保获得的给付以外 如果需要比较昂贵的一些医疗费用 或者是一些住院的一些服务的话 那这一部分就是支付额以外 以上的十之十负的方式 那另外客户消费者 他很可能因为得了癌症 或者是住院等等 那他本身除了这些医疗费用以外 他需要有一些补贴 或者是一些他需要有其他的一些 营养品的补给 所以通常在保单设计上 还会有一个日额型的给付 这个时候他就会比较 不管你的医疗费用是多少 他可能就是固定的一个日额的给付 大概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设计 那当然还有一种是属于重大疾病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或者是特定的重大的伤病的给付 那这部分也都是可以用来 对这种癌症病人的这些被保险人 可以购买的这些保单 是 我们有很多民众的癌症保险 可能是在二三十年前就买了 那可能二三十年之后离海 又发现保单一翻开来 发现有很多都是不够的 救了保单不给付现在新的治疗方式的 那休息会我们要回来请教许律师长 如果我们发现买了很多保险 可是要用的时候找不到适当保单 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应该多了解什么呢 休息会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能不能够呀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在我们前一个阶段的讨论 我想我们值得高兴的是 有越来越多的新的药 可以帮助我们 获得比较好的医疗 健保也逐渐在扩张 容纳这些新药 这个都是好消息 但是坏消息是 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活得更久 那我们可以活得更久的结果 就是我们可能要花更多钱 才能够让我们 真的获得完整的治疗 因为可能有一些治疗 还在健保不能几乎的范围之内 或者您原来有很多保单 但是您会发现说 怎么好像我很多保单 可是实质的保单却不够 所以我想请教许厅长 这种现象是怎么回事 我们应该学习什么 我想我们在一般健保 已经有的部分 大概日耳的部分 可能就排除掉了 现在剩下一个十字十呼 跟一个重大伤病 那重大伤病不管你保多久 事实上就像刚刚这个董事长所讲的 里面有一点就是说 当你一发生 你重大伤病里面的癌症险 你只要一发生癌症 我们就会补偿你一大笔的钱 这一大笔的钱事实上就在你的整个治疗过程中 不管以目前来讲的话 不管你用新药或者方式 它事实上可以去给付 另外你假设有十字十付的部分 你还是可以再获得另外 你在住院上的需求 药物治疗上的需求 那个部分还是要有 所以这个事实上 以目前的保险来讲 我没有办法去 当然医疗的技术 跟医疗的药物 是日新业一直在推出 我没有办法去设定 说哪一种药物我给付哪一种药物 哪一种技术我给付哪一种不给付 我们保险没有办法去做这方面的去厘清 但是我们保险可以去讲的时候 它只要是在我们整个企业范围内 我们有规范的 包括十字十五或者实际上 它已经有发生的医疗行为 医生采用了那个药物来办 即便那个药物蛮贵的 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去给付 我们没有办法去去解决 但是要看保单的内容 不是每一张保单的内容都要 所以每一个投保者 他应该自己去检视 他目前的需求线 所以我们在讲说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投保 所谓的十字十负的 或者是重大伤病的 这不一样 我最近接触了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叫基因管理公司 也就是他将来可能会跟保险 这边来做一个连结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 他都会有一个基因的筛选 那基因就有发生的比例 那这些发生的比例在 可以应用在将来的投保 哪一些是高风险情 那你就自己知道 我有可能有这种高风险 罹患重大伤病的高风险的时候 我就必须选择什么样的选种 那现在往往一般人 还是希望能够有保本 他不希望说 我高水里没用到就算 没用到就算 那这种方式 事实上这个观念必须要改过来 因为我想我们民众夸在买保险的钱 每一个人其实不少钱 但是大概很多都压在你刚刚讲 要不然就保本 要不然就出去 对不对 所以如果就这个观念来讲 我们怎么样让消息人了解 他保险应该要怎么样 做预算的分配会更好 就像健保署也是要做预算分配 所以我在讲 事实上健保署事实上也是国家的负担 我讲白了健保署除了一个保险制度以外 他事实上他也属于社会福利的一部分 但是单单用这样的一个力量 来引导民众的话 事实上有大的困难 还是希望用商业保险回归到民众来自己 万一发生的时候 民众有自己的负担能力 有自己的负担能力 比如说健保署里面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健保卡 健保卡过去是 你要是没缴费就锁卡 现在是不能锁卡 不能锁卡的状态之下 很多人是他根本没有钱去缴 所以说假使将来政府的税 可以在税负上面去引导 他能够来投保这些保险 他用税负减免的方式 事实上也可以降低国家 未来可能在这方面的支付 因为他本身 他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 去从事他自己的医疗行为的时候 他就不会把责任 否则的话到最后 他还是一摊还是政府来买单 所以我认为从税负上是可以去引导 那现在目前我没有办法提高 提高他收入的时候 我用税负去引导他 必须会去投保 你投保了我才给你扣底 你不投保我就不给你扣底 那你要不投保 当然会有难去投保 或者现在真的很难去找到 因为我们台湾事实上 每一个人保险意识已经很高了 我们现在大概2.34张的保单 每一个人平均有2.34张的保单 那在全世界来讲 已经非常高的一个密度跟渗透度了 但是大家都有保险意识的投保单 但是保险他保了什么东西 他保了刚刚讲的除夕的投资的 他对于自己医疗 或者对于自己晚年生活的 这个部分就降低了 那政府有必要在这方面的政策 去引导他 然后让他也在这方面去从事一些诱因 好 诱因出来以后 那将来他发生问题的时候 他不会形成国家另外一个负担 那这个有时候不是看我们去宣导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保险高线高线就没了 我说要高线吗 你还可以拿着回来 我懂得没高线 高线也能拿着回来 所以这个是引导社 好 如果我们拿医疗科技健保 还有商业保险来对比的话 我想走在最前面一定是医疗科技 医疗科技走最前面 然后健保跟在后面 商业保险跟在后面 那如果今天我是一个病患 然后我刚好被医生说 你那个药很好 可是因为健保署那边还没有通过 那我可能就会觉得 这审查的效率我不满意 有可能是这样 然后如果我有商业性保单 我会看说怎么 怎么我们因为就保了癌症险 为什么这个是保险国是没有付的 我也会觉得保险国在设计的时候 没有想得那么的周全 那我们当然关心的是 我们消费者圈 所以我想请教副商长就是说 如果以您的观察 我们民众扣掉健保商业保险 其实有很多我们应该注意到的细节 为了保障我们自己的就医权益来看的话 有没有什么哪些细节是常常 那个缺口是民众会忽略的 是我想如果就缺口来讲的话 我这边有一张手版 就是说健保跟医疗科技 就是所有先进的医疗科技 当然会有一点有时间上的落差 所以事实上像健保不给付的新药 或者是新疗法新医财 病房费差额 这个都是长期它一定会存在的 而且它是跟着新医疗科技 无法满足的部分 它一定会存在 那当然健保法第51条也列出来说 我们不给付的项目 就是这些一共这么多项 那这一单也比较容易理解 那现在跟商业保险公司 可能会存在变动性的互补 应该就是新药新疗法新医财的这一块 那我想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说商业保险的保单 也许是10年前买的 或者是20年前买的 也许都有 可是健保的这份保单 却是保你一辈子 从出生可能现在平均寿命都到80岁 它是80年的保单 当然你每个月要缴一份保费 那所不同的还有另外一块就是说 其实商业保险 你买的当下 你的权利义务 大概就固定在那张保单上面 而且每个人的保单可能不一样 但是健保这份保单 是确实大家都一样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你的权利跟义务会随着时间改变 健保的这一部分 你的权利义务会随着 你的义务会随着 你的所得增加 你的保费负担会加重 但是你的保障的部分 也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 我们的给付范围 我们的给付范围会不断的改变 换句话说 原来可能传统的无效的就不再付了 然后用新的方法来取代 我举例来讲 我们过去在健保开办的时候 内饰镜的手术是不付的 后来内饰镜的手术在台湾引入之后 做得非常的好 伤口少然后复原又快 而且疗效一样好甚至更好 于是健保给付了付枪镜的手术 当然传统的开刀就越少了 我相信现在有很多 以前非常剧烈的开刀 比如说心脏的开刀 要切开肋骨的那种心脏的大刀 现在已经渐渐都没有了 都用内饰镜 而且非常少的伤口 就可以解决所谓腹腔的一些肿瘤的问题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手术的发展 所以我这边举例就是 不给付的项目会随着时间 它会改变的 我们有一些药物 如果长期不再用的旧药 也会拿掉 然后取代的都是新药 那疗法也是一样 会把有一些旧的疗法拿掉 所以它的权利是不断的随时间改变的 所以在这里头 当然刚刚主持人在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10年20年前买的保单 等到我30年之后 发现我需要用的时候 原来买的那张保单 可能保不到现在的部分 那这个的问题就出在 其实健保的给付范围是变动的 而且是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 不但变动 就如同现在我们开始给付了 标靶药物 或者是有很多昂贵的新药 经我们证实它是有疗效 而且具有经济效益 我们就纳入给付 一旦纳入给付之后 它就有替代效应 传统的刀就不用开 那个钱就省下来了 换成口服的标靶药物 这样子的治疗方法 对病人更好 那他就会纳入给付 那也许你在买商业保险的 10年20年前 那时候根本没有标靶药物 所以说不定你的保单就没有写到这一部分 那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呢 健保有给付 但是我还是要讲 健保没有办法在 每一种疗法或每一种新药出来的时候 立刻给付 它一定会有一个落后的时间 每比一年两年三年都有可能 那要看我们台湾的人付得起 付不起 就是我们能够能不能支付 这么昂贵的费用 我们的总额 健保的总额能不能因应 所以他一定会有空窗期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 如果你正好买的保单 是有cover这部分的话呢 当然他就是互补 好 那就像刚刚副长讲 健保费是 锁的这价就 只要你当那个锁的 大家都搅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商业性的保险 因为每一版都不断不断地 扩充它的给付范围 因为我们要更新 就只好有个新版的出来 那理所当然就保费就变贵 因为要把一些东西加进 所以我想请教曾董就说 那当我们保费变得越来越贵 我们可能已经负担不起 民政可能负担 因为一直加进来 或者把贵的加进来 把旧的剔除掉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 我们自己保险应该怎么样调整 或者说保险公司的保单 应该怎么调整 才能够符合 比较公平的一个方向 我想消费者可以固定一段时间 就要去检视一下自己的保单 就是看一看 我现在买的这个保单 也许过去在不同时间点在买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重叠重复的地方 那例如说时之时负 你如果不同时期去买重叠了 其实也是一种浪费 那应该是要看说 怎么样让他的保障的金额拉高一点 然后给付的项目 是比较符合自己所需要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因人而异 那每一个人自己也最了解 自己的身体状况 所以固定期间来检视 然后再来随着科技的进步 而且全民健保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险 那也随着都在给付的项目 也都有做各种配合着 那种医疗方式的更新 而有在调整 那我们商业性保险这一块 也是会跟着全民健保 我们现在也有一种保单 就是全民健保 这些医疗的方式调整的时候 其实商业保险也会跟着调整 所以民众可以来检视 就是说在过去的保单 看看是不是也需要 可能隔着一段时间 民众经济能力比较好的时候 要在新家买保险的时候 就去检视去买 符合自己需要的保险 好 我相信观众朋友一定很关心 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属于 这个利害的高风险群 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很关心的事情 那如果是的话 那当然保险规划很重要 如果不是是不是就算了 因为我不是高危险群 休息一会儿 我们再回来讨论这个议题 本命多奇妙 每一刻都珍贵 把我每个梦想 认真去追 欢迎回来 我们节目中其实做过 无数次的癌症跟癌症保险的议题 在我们过去一千多集当中 我想做几百集总是有的 那我们经常请教我们来到节目当中的医生来宾 问到说癌症是不是所有的费用 都会在健保几乎的范围内 有一些医生会说有 其实所有癌症治疗都在几乎范围内 我想这样讲也没错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追求 可能比现有健保可以付的 更多一点的机会 所以我们刚刚讨论也可以了解 事实上是有一些 是没有在我们现在的健保可以付的范围内的 那我想请教副长就说 我们上次在讲这个 怎么样避免得到癌症 怎么样做自己的健康管理这些议题 那究竟癌症这个病 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高危险权 我想从医疗的观点会说 你有家族倾向的话 你自己都要多留意 就是有一些癌症是有家族倾向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外在的 就是你非遗传因素 是你环境的因素 或者是你的工作场所 或你自己的健康管理不好等等 也都有可能 健康的行为不好 譬如抽烟 喝酒等等 这也都是离癌的高危险群 所以每个人应该是要留意 就是最重要就是你如果家族倾向 你可能就是第一个 就是自己要更加的保健了 那接下来就是你要有健康的行为 千万不要有一些不健康的行为 然后你也要做好健康管理 所谓的健康行为 就是抽烟喝酒这一类的 吃檳榔这种东西都是 真正就是会造成 已经有实证证明你会得癌症的 这些东西尽量要避免 而且甚至不要 那当然再来就是你控制肥胖 各方面的慢性病的控制 这些可能也都会对离癌减少有帮忙 好 我想如果是家族病死 这个是我们没得选择的 因为出生就是这样 那刚刚副长提到很多还好 都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那如果是外在环境 这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没得选择 比方说控物或者一些化学药品 物品的污染这些 我想我们其实民众面对 癌症风险的不确定性 比过去要来得更高 因为有非常多的外在因素 我想请教政统长就说 我面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时候 政府或者保险业者 中间可以有哪些的配合 可以让我们整个的环境可以 应该讲说离癌风险可以降低 或者说民众可以让自己更保险 我想针对 就是说如果是属于基因的这种因素 其实这个有时候就是要提早做准备 也许可以了解到家人 如果是有这样子的遗传的疾病的话 那当然在日常生活上要多做一些调试 就像副署长所提到的 可能不要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 那另外在保险方面 就可以提早做准备 因为通常在保险也是要做 身体健康检查 或者是一些风险 那在趁早做准备 还没有这样子的迹象产生的时候 其实去买保险 然后越早买保险的话 保费也是会越便宜的 而且长期累积下来 尤其是现在癌症保险也有一年期的 也有终身期的 那看每个人的不同状况 来选择这种终身 也可以买终身型的这种癌症保险 我想这些都是可以让消费者 大家来参考的 我们受险公司在推这个保单活化 那可以被拿来活化 但目前都是终身受险 那我有个想法就是说 既然我们有那么多是古代的癌症癌 那大家就交费交很多了 很多人都是缴费期满 有没有机会拿那个旧的癌症癌来活化 因为我这样问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鼓励民众 就是要加强他的癌症癌的保障 那有的是还没有买的 那就比较简单 我就先买 可是现在买的可能20年后也是不够用 也是有问题对不对 那如果是那些已经有的 我们不能有一个新的保单就出来 就跟他讲你以前那个不够 要再买 再下一档出来说又是原来又不够 要再买 所以未来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民众负担不及的这种可能性 活化当然是有可能 事实上比较资深的保险公司 对于保单的活化是很有兴趣 但是一般的民众反而是没兴趣 因为他看到的是利益 因为早期的利率高 现在利率低 所以他将会把那个保单转换现在的保单 那个成效推的成效不是很好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选种的设计里面 很多的保单 你看我们台湾的保险公司有大有中有小 那事实上很多外资公司 他设计的保单里面 叫做特殊疾病的一个保单 也就是别人不保的我来保 别人不承坐的我来承坐 那你就去有一些人他就可能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时候 你去看嘛 那你就可以穷市这方面的一个保单 因为每一个保单 每一家推出来的保单 他为了要生存 他必须要有个特殊性 所以有一些也许人家只要有糖尿病我不保 那就不保 那有一些是保证保 我就一定会保 那甚至某一些特殊疾病也规换在里面 所以每一张保单的配置疾病的病名跟那个不一样 那个是可以选择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将来刚刚这个像郑冬所讲的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我们可以再产生一个外疫型的保单 也就是说你这个买这个癌症险的 我每一年还送你一次去做癌症筛选的一个检查 就是说我虽然卖你保单 我当然不希望你发生 但是你发生我必须要付 但是我这是不是这个你买了这种选种的时候 我可以加一项就是提早议防 提早治疗的方式能够来办 那这样也对于我将来的这个保单的给付上 也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用政策你逼着你要去做 刚刚就讲的一样 用政策逼着你必须来买保险 用政策逼着你必须去调整 用政策逼着你必须要去自我检查 我刚刚讲说抽烟 喝酒 冰榔 我看宣导很久也没有效 像现在烟又涨了20块 抽的还是抽 吃冰榔这个会怎样 那个油品马上卖不出去 香烟先倒了那么久 为什么还是继续抽 这个我真的搞不懂 这个心态上我真的搞不懂 就像毒品一样 你跟他讲这个毒品会有问题 他也是会继续做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 好 副总 你的观察 我想香烟的价格跟抽烟的频率 还是在统计上研究上还是有相关的 意思就是说香烟的价钱如果稍微提高一点 确实是可以减少一些吸烟的人口 我们卫福部的国建署过去推广 这个禁烟 这个聚烟这样子的活动 其实是小有成效的 那当然这个部分还要靠很多的努力 那最近要调涨不管是烟税或烟捐 那这个部分还没有通过 那在国际的经验里面 台湾的税这个烟的价钱确实还是偏低 我这有很多人情愿把钱拿去抽烟 不买保险 那个钱 抽烟比较过瘾 但是呢 抽烟太便宜了 政府机关这边是用加价的方式 现在台湾的烟价在国际上是太便宜了 但是我们以保险公司来讲 有优体保单 对不对 也是鼓励那些不抽烟的人 如果你都不抽烟 有很好的机会 保费也会降低嘛 这个成效怎么样 一个用罚的 一个用奖励的 哪一个比较有效 我们没有办法管到那么多 因为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抽烟 什么时候不抽烟 因为我们事实上有些公司 是有优体保单的 是啦 但是像我们很多的保单是 我们没有办法去检视每一个人 像那个团体检 他一想我们怎么去检视 他的个人的生活习惯好不好 他有什么不良的嗜好 我们很难去那个 不过这两个政策的对象不一样 因为要加费是已经在抽烟的人 那优体的是根本不抽烟的 所以是两个不同的族群 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政府必须要去做的 有一些是我们保险上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提供一个 每一年的一个筛选 那你必须要去做一个健康检查 我们可以提供这样在保单里面去弄 甚至于我们像健康检的部分 我过去还有一个idea就是说 你今年一年都完全健康都没有问题的 明年度我虽然没有把你降薄费 但是我就送你sport center card 你每个礼拜你就去运动 让你业健康我就愿不用给付 那相对来讲 我只要去控我的损利就好了 我的损利这个人 我本来固定有三成的损利 但是他今年都没有用到 这三成我就回馈给他 那这个事实上将来是可以朝向这样的目标 日本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也就是说所有的免疫风险 或者是提升自己本身的能力 事实上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比如说戒烟也可以 你戒烟完以后你的相对的什么 可以支付少一点 要有一些诱因 但是戒因你说烟确实用金钱去限制 他就不愁有点困难 还是叫女儿去跟爸爸讲究而用 好 那当然我想我们大部分民众买保险 都是听业务员的介绍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那个方向没有搞对 就是我要买保险的那个方向 没有抓准 那假设我那个方向错了 我买的保险对我来讲 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呢 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我想对我们保险的用途来讲 就是你用得到的时候 它是一张最有价值的保单 那我们买着放在那里 那你可能会常常觉得说 我的钱好像有去无回 或者说用不到 那虽然癌症是我们最不喜欢用到的 可是我们当初为什么投保癌症保险呢 就是怕万一嘛 不管我是不是高风险族群 就是怕一个万一 那万一的时候用不到 那这个真的是 或者说刚好就在没有给付的范围内 好 所以我想请教理事长就是说 相对来讲 我们现在保险国推出了很多医疗线 也都是还本型的 那就像你刚刚一开始讲到 那个民众的观念嘛 因为我希望没有用到 我也是会回本嘛 那所以它保费就变得很贵 那保费一变贵呢 我们能够买到保账其实就变少 而且我们口袋预算就这么少 年轻朋友的收入其实也很有限 所以我们年轻朋友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配置 自己的保单的比例 才能够让保险价值能够充满 我想这样讲 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 可能负责重要经济支柱的 这个是一个优先名单 因为它一个人倒了 可能影响到整体的家庭的经济状况 这个人可能是优先必须担保的名单 那至于其他的家属的部分 越年轻的当然他的目前所需要的保单 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反正越老的 反正企业大的越多 那年纪越大了反而投保不了 有一些保单是你年纪大了 我就不给你投保了 那所以说年轻人 你要如何去把它调整 你要看你的需求 你不要去追求那个高 比如说原来一般的房 我们健保也一样 我们有所谓的健保房跟非健保房 那健保房的部分 每一个医院它是有一定的配合跟数量 我那时候在当委员的时候 一直在强调健保房的数量一定要在 医院要再放宽 很多医院它的健保房的数量是不够的 那所以变成要到比较两个人的 或者一个人的医院 那个都要支付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一般年轻人 就不要去朝向这个目标去想 把那个部分稍微降下来 然后反而朝向医疗给付的那个部分 不是住院给付的部分 朝向医疗给付的部分多加一点 不要朝向那个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年轻人的部分 不要去思考反本型的 应该去思考一下 你将来可能会应用到的 尤其现在年轻人处在的反境里面 我们现在驴癌力 我不敢说是不是有攀高 因为整个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比过去的这个激励 好像每一个人驴癌的激励 比以前高很多 以前在农村社会 也许根本没人来得去检查 就已经挂掉了 但是现在确实是这方面 有再加大现象 所以我建议年轻人还是说 你现行的先去求有 那我们再去求好 你不要先求好 这些求有 那你绝对做不了 我们先求有一个基本的保障 那随着年龄的增加 随着你工作的增加 或者你的收入增加的时候 再去往上去添加 你现在一下子就想 什么都有 那不可能 那有可能每一个人都有 而且这个经济的社会里面 我不能讲说 每一个人都有 像经济好的人 他也许跟他连保险都不用保 对不对 金字塔顶端那一个成人 他根本连保都不用保 对不对 他也不用钱 也不用放在你家里 他足足够 那我们是中下阶层的那个部分 那在最底层的那个部分 可能还是要靠政府 在健保上面去 将来在财务系统上面 就是刚刚包括主持人所讲的 是标靶治疗上面的新药 或者标靶治疗上面的新的技术 将来在这个 假使我们整体的健保的这个 收入面可以加大的时候 市场可以多一点社会福利的部分 来弥补那块 或者当初现在的年轻人的收入面 要去cover所有的 几乎不可能 但是我有一点 这个也许是不成熟的建议 我们的健保当然大家都一样 那随着你的收入面 然后体现一定的比率 必须要去加入健保 但是每一个人使用不一样 反而这个收入面越低的人 现在使用的机会会比较大 那这个将来有没有可能有差异性收费 也就是针对这些新型治疗 既然这个又必须需要的 你可以在你健保的缴费的过程里面 自己再去加一项保费 我加一项是将来假使有这种需求的时候 我可以用那边 那这个加费出来收的这个pool 可能是400亿500亿 那这400亿500亿来支付那个 或者健保局它有它的压力 确实它就有预算压力 我没有预算我即便认为这个有效 要通过我也通过不了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在原来的健保费 我们的一般的健保给付是依照你的收入所得来支付 另外再附加一个条款去思考 那些可能时间上来不及的可以先用上 我想民间企业的反应的弹性 终究是比政府机构要来得大 我自己是觉得说商业性的妨碍险 它真正的价值应该不是跟健保重叠的部分 或者是医疗险 我只是多一个病房费的差额 那个能有多少金额的差距 可是如果它是补那一块 真的是很重要的治疗方法 但是现在健保署因为预算关系 或者还在等时间还跟不上来 那一块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投表 商业医疗险或者妨碍险的价值所在 所以我们民众如果可以把那一部分做主的话 对整个新药的推出 我觉得应该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之所以会不能用 就是因为我没有钱 健保不付 然后我又没钱才会有问题 那如果健保暂时不付没关系 可是我有保险我可以帮我付钱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那我想请教董事长就说 我刚刚提到说我们买保险的时候 可能会方向会错 所以假设我们选择方向错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 有效地加强我们自己的保障 选择方向错的时候 那我想看严不严重性 当然如果是很严重的话 当然走到就是必须要解业掉重新买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不过这种对保险公司 对客户来说都是比较不方便的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附加企业的方式 其实你本来买了一张组的保单 那可能过去买的 那未来有越来越进步的一些方式 医疗方式的时候 那用附约的方式来 另外额外再增加上去 那另外其实现在保险公司 虽然说早期的保单 它可能有一些治疗的名称固定写实的 但是它也会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进步 其实也是可以做解释的空间的 所以这一块倒也不需要那么担心 那当然另外就是说 当自己经济状况又比较好的时候 要新买保单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去选择比较有空间 而且也比较就是说 配合现在科技进步的保单 那对于现在的保单 有一些是不会去把什么手术名称 等等这些写得很死了 现在保单已经比较弹性了 它可能是写一个就是说医疗费用 那事实上各种不同的手术的方式 它也都可以涵盖在内 甚至有一些保单 它就是一个总额的医疗费用 那当然你发生了比较昂贵的一些医疗给付的时候 它就可以涵盖在内 但是也需要在这个保险金额的范围之内 才可以获得到给付 是 那我想请教副长就说 在您的观察 保险业跟健保 有什么可以更紧密的合作配合 然后让健保跟商业性保险 真的能够发挥一个加成的作用 是 谢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长期观察 我们台湾的商业保险跟社会保险之间 原来这样子两个共同存在 因为台湾的健保是社会保险 它是强制险 每个人都要参加的 所以有了这一份终身的保单之外 你还要买商业保险的话 一定是补不足 所以它一定是利益基于互补的观点 这个我们觉得赞成 特别是贫护差距加大的时候 有些人他就是有一部分的需求无法满足 用商业保险去满足 这是非常OK的 但是商业保险有一些保单的设计 有时候难免也会让强制的健康保险 这边产生一些副作用 例如说我们商业保险 长期有一种保单叫做日付额的 日付额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有住院一天 就可以领多少钱 你如果在急诊待几个小时 你就算成一天 这样的一个保单设计 刚刚我们的来宾有提到说 现在大家都有某种程度的保单 像如果你当你要住院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本来医师认为 你可能住五天就可以了 那你就说我有商业保险 我要多住三天等等就自我要求 那在这样情况之下 有时候也难免你可以得到理赔 但是健保这边又要多付三天 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存在 或者是说 事实上整个20年来健保20年来 我们有非常多技术的进步 有很多过去是需要住院才可以做的手术 或者是治疗 那检查 现在都改成门诊了 像以前的化疗一定要住院 现在都是门诊化疗 但是有了商业保险的这种日付额保单的人 就会要求我要住院 而且我还住久一点 因为我蛮虚弱的等等 这些当然在这里头就产生互相 不是互补而是反而是重叠 而且重叠反而互相都增加理赔 那也健保这边事实上长期负担 我们现在是6500亿了 那这么大的一个负担 随着人口老化 未来还是会再增加 那我们总是希望效率提升品质增加 那能够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所以我们会用一些支付制度 或者是一些管理方法来减少浪费 但是对于这一群有商业保险的人 这个浪费反而是没有办法克制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 如果我们可以在家的努力 减少这种道德风险 保险的道德风险 我相信两边的合作会更好 至于说保那些不足的 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我还是要讲 健保没有办法一路在科技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纳入几乎 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几年的落差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有能力的人可以 优先来使用这些健保 还没有给付的新药 这是一个可以得到好处的部分 好 那我们许定市长 在旁边已经快要忍不住了 但是我还是要进入广告再回来 我还是要记住了 所以呢 吃你了 欢迎回来 讲到健保亏损 我想各方面都有不同的讲法 包括像这个药价黑洞 或者说资源的浪费 或者民众滥用健保资源等等 那刚刚副长提到一个不同的想法 就是说商业性保险 有时候成为民众滥用健保资源的帮手 那徐长你有什么回应 这样子 我要先讲 就是事实上这个健保署 并没有来跟保险单位 或者保险公司和保险局 他能拨过这个问题 那这个副长今天提出来很好 那希望将来要多沟通 那问题是我们事实上 我到很多的急诊病房去 看到真的人满违患 那时候在想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那真的他们坐在那边都没事 怎么坐 我后来回来了解了 原来是只要超过六个小时 在那里 然后六个小时后 他就可以领一天的日复合 所以我后来我就跟那时候的 曾局长就报告这个事情 我们就把那个取消了 所以那个已经没有了 那个不会去影响到你们的 所以现在没有人说留在 应该留在急诊室六个小时 第二个部分说要不要住院 不是我们保险公司 我们对我们的保险 他只要认为还有医疗行为 而且对他的医疗有帮助的 我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上 我们都是要支付的 但是医生呢 那医生是你们要管 我们管不到 OK 好 那这种有没有保险业 有没有什么可以弥补 我们家健保保护的这一块 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开发 的服务项目的这一块 比如说 基因检测这一块 中国保险公司未来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